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晚有一宗超突發的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和分析一下 這宗消息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突然在他的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建議總統大選要延期舉行 我們首先看看到底那條貼文是怎樣寫的 他說有了郵寄投票 2020年的總統大選 將會成為歷史上最不準確和最具舞弊性的選舉 這樣將會為美國帶來極大的尷尬 推遲選舉直到人們可以正確和安全地投票為止 接著他打了四個問號 最後那句就是一個問句 其實他就是想建議把總統大選延期 在香港有很多目光如斗的網民 馬上就對特朗普口誅不伐 就說他是不是輸不起 又說他輸打贏要 然後又將他這個建議 和特區政府可能 將立法會選舉押後的建議相提並論 實情兩者完全是沒有可比性 美國是一個民主大國 已經歷經超過200年的選舉經驗 而且人家有一套非常完善和穩妥的選舉制度 來解決一旦總統大選延期或無法如期舉行的時候 所引起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 其次根據我的研判 我先說了我的研判 就是特朗普現在玩這招 就叫做巷裝武劍 自在佩弓 根本上他現在說提出延期選舉 只不過是一個煙幕 他實際上想做到的效果 就是取消郵寄投票的方式 稍後我會詳細解釋給大家聽 首先我們要說一下 到底特朗普對於郵寄投票的指控 是否成立呢? 因為他說 郵寄投票會導致美國總統大選 變成是一場最不準確 和最具舞弊性的選舉 特朗普說 郵寄投票很容易會受到外國勢力的干擾 他批評當民主黨人猛地在談論 外國勢力在總統大選的投票當中 能夠發揮影響力干預選情的時候 其實他們心底裡都知道 郵寄投票正正就是外國勢力 實踐干預的一種簡單方法 今天特朗普還說 在嘗試過郵寄投票的地區裡面 就已經證明得到 郵寄投票本身就是一場災難 6月份的時候 紐約州就准許當地的民主黨員 在民主黨的初選當中 以郵寄的方式 選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 但是點票時間已經過了非常久 結果仍然是未知的 有些美國媒體就報導 說有很多選民都擔心 在填寫選票的時候出現不正確 又或者在選票裡面 就沒有了一個Postmark 即是郵寫 有一個Postmark是很重要的 因為別人都要知道 究竟你那張選票 是在總統大選結束之前 還是之後才寄出的 如果根本沒有證明的時候 那張選票就不會計算成為 一張有效的選票 另外有些選民擔心 根本上連張票都寄失了 所以郵寄選票事實上 就是有很多弊端的 究竟特朗普有沒有這樣的權力去推遲選舉 原來是沒有權 因為根據在184年開始已經實施的美國選舉法規定 原來美國總統大選 這兩院必須要每四年 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二舉行 故此今年制定在11月3日舉行 好了 若然要修訂這個法律的話 就需要參眾兩院的通過 現在眾議院是由民主黨佔優勢 至於參議院是由共和黨佔優勢 在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通過 民主黨也不肯過你 故此能夠延遲選舉的機會 就是極之渺茫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即使將投票的日子改變 也好 由於美國憲法規定 美國總統每屆的任期 最長都只能夠持續四年 故此特朗普首屆的總統任期 就必須要在2021年1月20日午夜結束 所以改來也沒有作用 若然總統大選真的這麼不幸地 要被迫推遲舉行的時候 那會有什麼後果呢 特朗普又說不能夠繼續做下去 其實根據在1947年通過的 美國總統繼任法裏面 就安排了美國總統的繼任順位 所以不能夠拿香港立法會延期 和美國總統大選相提並論就是這樣 人家已經有一個非常完善的制度 若然特朗普任期滿了以後 第二順位是誰呢 就是副總統彭斯 但問題就是彭斯的副總統任期 就是跟特朗普總統任期同一日會結束任滿 所以第二順位就沒辦法繼任了 輪到第三順位就是眾議院議長 民主黨的佩洛西 問題就是佩洛西的兩年任期 又在今年年底12月尾就會介滿 第三順位又繼任不了了 第四順位又到誰呢 就是參議院的臨時議長 目前是由共和黨的格拉斯利擔任 他現年已經是86歲了 而且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當參議院改選了三分之一的議席以後 仍然是由共和黨操縱大多數 才是格拉斯利做總統 若然是民主黨反性的話 由民主黨控制參議院的話 就變成由民主黨籍的人 做臨時議長 故此這個總統人選 其實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真的要去到當時當刻才能確認得到 即是若然這個總統大選是不幸延遲的話 好了 經過了這麼多的解說以後 你就會發現 根本上特朗普的目標 就不是真的要延遲選舉 只不過他就是要藉著這個話題 來帶起一件事 就是想把郵寄投票取消了他 首先我告訴大家 這個數據就是透露了一些端藝 目前美國有六個州 打算在11月舉行的總統大選裏 實施全面的郵寄投票 這六個州分別是哪六個州 就是加州 猶他州 夏威夷州 俄羅拉多州 俄勒江州 以及華盛頓州 大家一聽到這些州名 如果你也熟悉的話 就知道大部分都是藍州 除了猶他州 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 那六張選舉人票 給了特朗普以外 其他這五個州 全都是藍到出執的州 而且根據美國的郵政投票運動 組織的說法 還說 很多州目前都在考慮 實施全面的郵寄投票 故此你就看到 郵寄投票是事實上 對於民主黨是非常有利的 除了這六個全面郵寄投票的州分以外 全美國有一半的州分 都是准許選民按照自己的議員 去要求進行郵寄投票 故此在今屆總統大選 很有可能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郵寄投票的數量 是遠遠多過去實體票站投票的數量 而根據Pure Research所做的民調顯示 有66%的選民 他們說在目前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下 他們是不願意前往實體票站進行投票 大家就聽得出 為何特朗普這麼想取消這個郵寄投票 因為 若然取消了這個郵寄投票 很肯定大量的選民 尤其是支持民主黨的選民 他們比較不願意去實體票站投拜登 反而共和黨那些 特朗普的戴哈粉絲 就算在大流行的情況下 他們都願意 而且是樂於出席他的造勢大會 當然上一局 就是有很多抖音用戶 去按了飛燃 然後放飛機 沒有去到 搞得好像冷冷清清 實際上 他的戴哈粉絲 肯定百分之一百會去投 那些是鐵粉 是鋼粉 來的 若然取消了這個郵寄投票 肯定就是對於特朗普非常之有利 故此我相信他目前在Twitter上寫這條鐵文 說要延遲選舉 只不過是一個煙幕 他真真正正的目標 就是要為了把郵寄投票取消 這樣他連任的機會就會大增 因為你看到民主黨的支持者 他們比較不願意去實體票站 如果有這個郵寄投票的話 好了 特朗普現在做這個行為 當然遭到不少民主黨員的譴責 就說總統大選是絕對不能延期的 郵寄投票是沒有問題的 那郵寄投票有沒有問題 就可以說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到最後只不過是看看 到底是對於哪一方是有更大的利益 當然到最後這個郵寄投票 能不能夠取消得到 就看看特朗普在國內的政治角力 能否贏得到 如果真的能夠取消得到 我相信他會比較穩固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